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亚轩阿姨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屁屁侦探 这一本是绿色的哦 那这一次要讲的是 来自遗址的求救性 来看一下人物介绍吧 屁屁侦探 随时随地都很冷静 喜欢热腾腾的饮料 和甜甜的点心 特别是什么呢 是地瓜派 他的兴趣是享受美味的下午茶和阅读 口头禅是什么你知道吗 哦答对了 有可疑的气味哦 他有一个好朋友搭档叫做布朗 个性率真 但也经常因为嗨过头而初心大意呢 今天的委托人呢 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寄出一张神秘的书信 委托屁屁侦探帮忙哦 那我们要进入故事哦 某一天的下午当屁屁侦探呢 他一边在整理架上的东西 他一边望向窗外的时候 看到邮差正在停着摩托车 然后不然就跑去开门哦 然后接过邮差送来的信 咦怎么没有写寄件人的名字呢 信封里只有一张信纸 以及一幅做了记号的地图 哎这个地图 还有这个信纸 这是什么呢 二年二班吗 嗯 二零二什么东西呢 当然不是咯 看起来是不是像二零二呢 哦 这种写法还称奇怪呢 不然呢 他歪着头 满眼疑惑 嗯哼 这是屁屁侦探呢 他拿起的这张信纸 往房间的镜子一照 哎 变成什么呢 SOS 嗯哼 这应该念成SOS吧 啊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在求救时所使用的信号哦 那地图上做了记号的地方可能发生什么麻烦了呢 哦 这个人有一个问号 然后写着救命 到底是什么呢 正在翻查地图的屁屁侦探 边看边说 这里距离市区非常遥远呢 但是既然特地写了这种照镜子才能读出来的镜像文字来委托的话 嗯哼 有事件的气味呢 那么要到这个地方去吗 嗯哼 就让我们前去帮助这位还没见过面的委托人吧 因为无论遇到任何事件都要解决 就是我的工作啊 嗯 这回有冒险的感觉呢 屁屁侦探和布朗先搭了火车 再转搭船 然后前往地图上标记的场所 哦 那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冒险呢 Let's go 哦 他们先去搭了火车 然后又去搭船 哦 我头晕了 我头晕了 啊 做做深呼吸会有帮助哦 从前我爸爸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里面说叫你寻找四个屁屁 我们来找找看吧 哪里有四个屁屁呢 一个 嗯 哪里 这里有吗 啊 两个 这边有吗 嗯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哪里呢 嗯 三个 我找到三个 还有一个呢 你帮我找一下吧 我只找到三个 他说有四个 于是 载着屁屁侦探一行人的船 就往 森林的深处前进咯 哇 好闷热 从这种地方寄信委托屁屁侦探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不然不停的擦汗 嘟嘟 船上的汽笛响起 隔着茂密的树林 看得到快到崩塌的建筑物 那栋建筑物是什么 我 不然好奇的问父者带路的祥导 那个椅子 据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们 为了要保护重要的东西而建的 曾经进去的人说 里面到处是机关陷阱 两三下就被整得很惨 立刻逃了出回来呢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人曾经抵达椅子的深处里 我们也觉得很很害怕 不敢靠近啊 为什么会从那种地方寄来委托信呢 突然看见在岸边停着一艘小船 那是委托人的船吗 嗯哼 那我们也赶紧出发去椅子吧 屁屁侦探和布朗 穿过了茂密的森林往前进 那个洞的形状 真的跟屁屁侦探非常合呢 就这样抵达了椅子 嗯哼 门微微开着呢 委托人已经进去了吗 哦 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哦 看起来是不是阴森森的 进去之后就看到对面有一条通道 就是这边吧 嗯 当布朗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有支箭 从天花板射了下来 咻 嗯哼 什么 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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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千钧一法啊 到处都是陷阱耶 下场会很凄惨 原来是说这个吗 为了继续往前走 就要想办法解决陷阱才行 所谓千钧一法 是指差一点点就糟了的意思 请看铺石地板上面有不同的图案哦 不然走第一步的时候 没有键射下来 哦 第一步就是这个了哦 这个图案 第二步是这个图案 这样是说 只要踩在这个图案的记号 应该就很安全哦 哦 所以就是要踩个这个 很像什么 密封的图案 就安全哦 哦 所以我们要怎么走呢 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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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olutionary 在那边旁边呢 有一座石像 还有三个物件 真是闻风不动啊 这样的话我们进不去那里 喂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这是要把物件 迁到石像上去吧 线索难道是屁股上面的针吗 是这个吗 好像在拼拼图一样真有趣呢 是这个吗 装上这个 看起来好像变神气了呢 这个石像有可疑的气味哦 咦这个看起来很像是昆虫耶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噼里噼里噼里啪啦啪啦啪啦 没错就是这个物件 这是蜜蜂的雕像 铁栅栏发出巨大的声响 往上打开 里面是错重复杂的迷宫 这写什么 这要颠倒还看得出来吧 来挑战眼前的迷宫 来挑战眼前的迷宫 六个屁股 眼睛张大一点哦 赶快来找哦 哦这里有一个 还有哪里呢 还有哪里呢 好难找哦 一个 二两个 还有哪里哪里 三个 四个 五个 他要走迷宫耶 这边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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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过关 可是我少了一个屁屁侦探 没找到 走出迷宫以后 就到了一个地面下陷层 大窟窿的房间 并且从地底冒出许多尖锐的棒子 以及会旋转的柱子 哦 这好多 好多尖锐的棒子耶 哇 万一掉下去 应该就爬不上来了吧 而且 会先变成肉串 被钉死了吧 嗯哼 看起来应该可以踩在柱子上 走到对面去 但是 因为在旋转 站上去的时候 也可能 会掉下来哦 一直盯着柱子看的布朗 头昏眼花的跌倒在旁边 突出的石杆上 然后那根石杆就因为布朗的体重 而被往下扳 让柱子停止了旋转 哦 我的眼睛 好晕哦 好晕哦 他一直转转转 咚 啪哒 原来这根石杆 就是让柱子停止旋转的开关哦 布朗 布朗 你立了大功 啊 谢谢 谢谢你 屁屁侦探和布朗走在柱子上 小心翼翼的不让自己掉下去 抵达大约正中央的一根稍微粗一点的柱子 好像写着什么字呢 红色加黄色问号 是什么呢 屁屁侦探的我话呢 都还没讲完 得意洋洋的布朗就蹦出了一声 迅速跳到前面那根蓝色柱子上 然后柱子突然崩塌了 哐哐哐 怎么回事啊 原来这里还有陷阱呢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 赶快拿出水壶来休息一下吧 由于布朗踩上去的蓝色柱子呢 已经崩塌了 那就应该是错的 让我们踩着可以正确解开 谜团的柱子前进吧 那红色加黄色 会是什么颜色呢 猜猜看吧 我觉得红色加黄色 应该是这个橘色的吧 那你猜是什么颜色呢 没错就是这个橙色的柱子 因为把红色和黄色混在一起 就会变成橙色哦 就是橘色的意思 不过话说回来 还是没看到委托人 拍 已解开这里 困难的谜团陷阱了吗 我以为他是因为没办法进到椅子里才来委托的呢 不然呢 感到很疑惑 再往前走一阵子 眼前出现了三道门 诶 难道他跟匹匹侦探一样聪明吗 只要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 所经过的路径 应该就会知道走哪扇门才对哦 线索是刻在门上的动作 诶 刚刚那个门是刻什么 这个嘛 那这个是跟哪一个像呢 诶 这个哦 不是这一扇门啊 嗯 嗯哼 没错 就该走这扇门 有正确 在正确的路径上 总是会看到这个图案哦 门打开之后 往上方传来 回荡在四周的洪亮声音 哇哈哈 我可是等很久了 哇哈哈 好久不见了 我的儿子啊 果然神秘的委托人 就是父亲大人您啊 什么父亲大人 在那里的那个人 是屁屁侦探的爸爸吗 不然非常的惊讶 倒挂在天花板算是忍者吗 你是我儿子的搭档吗 你可以叫我丹迪 请多多子叫 丹迪吸的笑了一下 呃哼 正如您的委托 我来救您了 屁屁侦探把丹迪放下来 轻轻轻滑下 我哈哈哈哈得救了 只是单纯因为掉入陷阱 出不来而已吗 不然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问屁屁侦探 屁屁侦探原本就知道委托人是自己的父亲吗 呃哼 委托信不是用了镜像文字吗 再到这里的路上 也有好几个地方有镜像的文字哦 为了以防万一先写下来 他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镜像文字 有没有被跟踪 好像有好几个人 难道是他引来的吗 我不想怀疑属女 互清流 他使用镜子呢 他说要使用镜子才看得出来 那一个字是什么 这样子 嗯 嗯 嗯 为了只让我一个人看懂 特地用镜像文字留下讯息 而且从穿过树丛时所留下的形状 也看得出来应该是身形跟我很亲很相像的人 我拜托村子里的邮差 要是我没办法回去 就把信寄给你 因为能够解开椅子机关的人 除了我以外就只有你了 可是 丹底先生 你为什么会陷在机关里呢 而且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哇哈哈 少年 你还真是戳到我的痛处 你过来这里就会知道了 丹底往里面走之后 就听见像是在争吵的声音 好麻烦了 换人了 快点工作啦 这扇门完全打不开呢 还是把那个家伙放下来比较好吧 真啰嗦 你们敢跟我顶嘴 嗯 不要随便弄 啊哈 原来如此 你被那位女性给骗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快点动手 我到遗址去的前一天 被一位女士搭讪 那女士说我失恋了啊 我想到很远的地方去啊 你要一起去吗 出发那天 等你等等你 等你 让你久等啊 挺有模有样的 哇 危险啊 真是感谢你带我到这里来 保障我就收下了 哈 他就是这样被骗了 没想到他是 寄予遗址保障的盗贼 和避遗址完全不同行 完全 但虽然脸长得超像 父亲大人 就是对女性毫无招架之力啊 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拒绝俗女的请求啊 拒绝俗女的请求啊 就在那个时候看到 女道贼拿出一颗炸弹 那就只好把门炸开吧 那不只是门而已而已哦 连椅子都会被炸毁 嗯哼 父亲大人我想到一个点子啦 丹迪点头说了好 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帽子 逆落的把炸弹卷走 盗贼们同时都转头过来看 什么 不哈哈 炸弹这东西 干鼠女可是很不搭的呢 讨厌我居然看到这个 那个家伙有分身 我的工作过度眼睛太累了嘛 丹迪对着落岸城一团的盗贼们 那么让我们去把同伴叫来吧 说完就开始往前冲 盗贼们突然回购神来 急忙跟在后面追啊 咦咦我们有同伴吗 才不会让你们得逞呢 不要放走他们 保障是属于外一个人的 刚刚他讲的我吧 不是说我慢 屁屁侦探一行人 终究被盗贼们团团围住了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 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 你们都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哦哈哈 在我刚刚被盗挂的时候 已经忘掉了呢 丹迪爽朗的大笑着 这叫做望中桌边哦 哇糟糕啊 糟糕了 要是这样 我就让你想起来吧 他中计了呢 这是我们的策略 什么 那就请容我无礼了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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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好了那就去跟宝藏见个面吧 对了有宝藏呢 这真是一趟愉快的旅行啊小姐 别享有下一次 屁屁侦探一行人为了继续调查 回到盗贼们刚刚待着的房间 这扇门上面的图案应该就是线索 这个图案呢是一个奖杯吧 从满满一地的图案中寻找奖杯的形状 那可能会是打开门的关键哦 那我们就来找找看吧 在哪里呢 奖杯 是这个吗 这个呢拿着 就是这个图吧 咦在图案的周围有空隙 变成像是开关的样子 那就按按看吧 屁屁侦探把图案往下按 之后门就缓缓打开了 这就是遗址 宝藏 蜜蜂的圣杯哦 丹迪把蜜蜂的圣杯拿在手上 非常开心的笑着 啊 那是可以随便拿的吗 难道 丹迪先生也是盗贼 呼哈哈哈哈 我太晚自我介绍了 我从事这个工作 丹迪拿出他自己的名片 海的那一边 博物馆 移植保护科 屁屁丹迪 父亲大人一直在从事保护 移植的工作 这个村子委托我们博物馆 因为之前也曾发生像这次一样 被盗贼盯上的情形 呼哈哈 这么说着当丹迪拿出一块布 正要把蜂蜜的圣杯包起来的时候 从里面流出许多金黄耀眼浓稠的蜂蜜 不然伸出舌头 甜了一口 哇 比糖果还要甜耶 里面居然还留着蜂蜜 可真令人吃惊 好吧 给你们的报酬 就这么决定了 值得期待哦 这个椅子也许就是在保护蜂蜜呢 就这样屁屁侦探 一行人离开了椅子 盗贼就由我交给警察吧 再会咯 幸好你平安无事 听说你保护了蜂蜜 哇 这载好多盗贼好多人哦 这个船要沉了 要沉了 过了几天 当屁屁侦探 正在看书的时候 邮差送来一件包裹 不然很开心的搜下拿了进来 既见人士丹迪先生 里面摆了发出耀眼光芒的地瓜派 以及装有蜂蜜的瓶子 嗯哼 也有一封信呢 给儿子和少年 报酬是妈妈亲手做的地瓜派 也装了满满的蜂蜜哦 父亲柳 还有把蜂蜜加到红茶里 会很好喝哦 母亲 屁屁侦探和布朗 心满意足的品尝着地瓜派 母亲大人做的菜 可是极品美味呢 哪天我也想要见见您的母亲 来自遗址的求救信 结束了 谢谢小朋友的聆听哦 下周下次见哦 拜拜